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视频显示 几名特性强行的拉拽女学生以及家长上警车 围观的学生随即大喊 特警打人了 不过 南京市江宁警方昨天通报称 是个别校外的闲杂人等以及被学校开除的人员 混入了学校带头煽动部分学生闹事 并且打砸学校的设施 造成了两名学生腿部擦伤 由于双方的说辞大相径庭引来了网友的热议 另外据自由时报的报道说 在中国网络平台知乎上 许多中国网友爆了说 原来不少学生将镇压的视频传到了微博上 然而当局却不断的删文删帖 试图降低关注热度 此外 还有人称该校实施了封校 没收学生的手机 谁想跑出学校就抓谁 推特上更是有人表示 先前有女学生和家长去找学校理论时 被抓到车里面殴打 事件引发了冲突之后 在微博上发出的很多影片也被删除 警方发的消息只字不提 校方打人还在镇压舆论 据悉 在过去几年 该校也屡次因虚假宣传违规招生 被学生投诉 甚至连当地媒体也曝光过 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了下文